泰国一名58岁男子Sanom Chantarafirom 平常都会穿着用数十个佛牌做成的佛牌盔甲 因此在泰国闻名 约莫一两年前Sanom就因为泰国媒体报道爆红 他在影片中穿着他的佛牌盔甲 在家乡沙翁哈县路上走动就会引人侧目 佛教徒相信只要带着佛牌就能够带来好运保平安 所以泰国许多佛教徒都会至少带一个佛牌 但Sanom有点特别 他求了几百个佛牌 再把他们做成三套佛牌盔甲 并且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献佛 Sanom每天都会穿这件盔甲去上班 一穿就是好几年 因为他是嘟嘟车司机 穿着保平安玛 他独特的穿搭 总是会引来其他人注目 有些人还问Sanom 能不能也帮他们做佛牌盔甲 不过Sanom都没有答应 因为他认为如果对方不够相信 穿着佛牌盔甲也不能够发挥最大作用 但是命运总是无法预测 3月1日Sanom没有穿上佛牌盔甲 就到家附近的商店买东西 一辆卡车撞向Sanom 甚至把附近的小店也撞翻了 Sanom在不幸的意外中丧命 警方逮捕了卡车驾驶 并且因为疏忽驾驶致死 逮捕驾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